上海戏技学院的同学们 你们好 我是你们的学长 于和伟 首先呢 代表上系所有的校友吧 热烈祝贺你们胜利毕业 克服种种困难 终于学有所成 即将开启自己人生的下一段旅程 也衷心地祝福你们在未来人生里一帆风水 2022届的毕业生算是比较特别的一届吧 因为疫情啊 等等种种的影响 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毕业典礼也是线上举行的 包括我现在也是在千里之外 给大家送上祝福 还是稍有遗憾的 但是我相信啊 红楼前的再度聚首的时刻 一定会到来 那个时候春暖花开 大家坐在一起 尽情地交流戏剧人的苦与乐 畅谈你们初入社会的快乐与烦恼 那个时刻一定会到来 很多的毕业生在毕业这个时候 可能尤其是我们这一届吧 可能都会对自己啊 对所学的专业啊 未来啊 或多或少的会产生一些 担忧甚至恐慌 而我的建议不必 我建议好好享受当下 用一个艺术工作者的积极心态 对更多的现象抱以观察 用更多的时间跟自己对话 对更多的感受和情感 予以珍惜和铭记 在你们即将踏入社会 开始自己人生旅途的时候 我给学弟学妹们几点建议 第一 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 要把自己做的事当回事 不把自己当回事 这个大家应该懂吧 就是别总是要求 别人要对自己怎么着 自己待遇啊什么的 这些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要把自己 所做的事情完成好 认真的出色的完成好 如果你笃定的 认定自己终身热爱的 并且能够使之愉快的一个方向 那就坚定的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执行每一个计划 很多毕业生也曾经问过我 在毕业之后我觉得 哟 这个世界跟我想的不一样 嗯 等等等等 我想说的是 先不要考虑这些 你改变不了世界 或者说世界的改变 是要先从改变自己开始的 改变自己 你变了 世界就会变 其次 我觉得 不要专注于成功 要专注于自己的热爱 很多系统学院的学生 对自己的未来 有期许有憧憬 这是正常的 他们也很努力 但是很多经过努力之后 发现没有得到回报 看不到成果 这个时候 就容易慌 容易怀疑自己 我觉得 不用 不要怀疑自己 要审视自己 努力的方向是不是对 啊 是不是完善自己了 是不是让自己成为了别人需要的人 是在专业上需要的人 而不是饭桌上需要的人 所以这个时候 我建议你要尽自己的热爱 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什么事情不重要 几个观众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 那些观众的认可 是值得你拥有的 所以 不要总想着 成功 要想让自己 成为一个成功几率很高的人 我觉得 戏剧学院 最大的好处不是 它 教会了你多少 知识 我觉得它是 培养了你正确的 艺术认知 最后我告诉大家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学习 终身学习 学习各种知识 从而影响 自己的自身修养 去学习 不要停下脚步 去观察人世间 去感悟自己 去拥有自己的阅历 思考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如果你能够完善自己 那你就会成为一个 成功几率很高的人 等待自己 开花结果的那一刻 以上呢 是我给各位学弟学妹们的 一点建议 有点心灵鸡汤 但是呢 也都是肺腑直言 希望今天的你 能够坚定勇敢 诚实努力 尊重 且有责任性 即使困难 也要担负起各自的使命 也许这就是 岁月长河 富于成长的 你们这一代人 特殊的责任与担当 我们处在一个变化的时代 我们也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 保留母校 为你提供的一语净土 保留你心中对艺术的 眷恋 你追求 去勇敢的实践 勇敢的生活 衷心地 祝愿各位同学 不负韶话 虔诚私尽 别看着非常谢谢 我看着好 我哀愿不负韶话 我哀愿不负韩话 我哀愿不负韩话 他们也是 那是 我哀愿不负韩话 我哀愿不负韩话